长脚道 要我说啊 一百个人里至少有一个有黄祸 文化大革命超家时 有拉黄包车的都藏着几辆黄金呢 王岐尧笑着说 我倒愿意我是那拉黄包车的 长脚也笑了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再去说别的 几天下来 王岐尧的身体渐渐恢复 精神也振作了 他和长脚说 已经有很久没有聚一聚 星期六晚上开个派推怎么样 长脚说好啊 自打香港回来 他还没和朋友们打过招呼呢 正好趁这个机会见面 王岐尧说 我来准备吃的 你负责通知人 长脚答应了就走 走到楼梯口又转回头问 要不要叫老克拉 王岐尧说 为什么不叫 第一个就要叫他 然后他们就分头去做准备 王岐尧因为身体虚弱 便偷了懒 并不亲手做菜 直到弄口新开的个体户餐馆里 订了些菜 让他们到时候送来 自己就只需买些酒水裹饼之类 到了那一日 把家具稍稍挪动了位置 换了桌布 又插一束鲜花 房间就显得不一样 王岐尧忽然想到 这屋里已经好久没开过派推了 只是那一个人来一个人往的 今天又要热闹了 什么都安排停荡 还只下午三点 人没来 菜也没来 收拾过的房间 显得有些空 他一个人坐着 心里也有些空 太阳照在玻璃上 明晃晃的 星期六下午 小孩子都不上学 在弄堂里玩耍 唱着歌谣 有一些新的 还有一些唱了几十年的 起心的熟悉 对面晒台上 盆里的家竹桃 长夜了 绿悠悠的 到底是春天了 天长了那么多 太阳老是不下去 楼梯上静悄悄的 没有人来 弄堂里却是有着清脆的足音 一会儿进来 一会儿远去 不过 别着急 热闹的夜晚在等着呢 很快就要来临 老克拉没有来 他内心晓得 王岐瑶的这个派推 是专为他一个人举行的 会有些难堪等着他 还会有些伤感等着他 这就是王岐瑶 为他准备的好菜肴 但他还是骑着车 在平安里附近兜了一圈 晚上十点钟的光景 他知道 这往往是晚会正憨的时节 他骑进弄堂 看着王岐瑶的那一扇窗 光有些摇曳 他晓得那不是灯光 而是烛光 他望着那窗口 有几分钟的走神 心想 这是哪一年的景色 他甚至还能听见一些乐声 变不出年头的 他回转身子出了弄堂 想他不管怎么也算到过了 也是对他请求的一个回答吧 这是一个正式的告别 有些歌舞在坐着伴奏 他心里无喜也无悲 暮暮然地背着那歌乐离去 那歌乐中人 实是镜中月水中花 伸手便是一个空 那似水的年月 他过桥 他渡舟 都也是个追不上 王岐尧其实也知道 他不会来 这邀请只是个传话 告诉他 他放不了他 没有他在场 再是聚也是散 他忙里忙外 招呼这招呼那 全为了抵触心里的空虚 他把电灯关上 点上蜡烛 有些好时光 就好像冉冉地回来 屋里都是年轻的朋友 又歌又舞的 他也忘记时光流逝 人们都在说 今天玩得实在好 不知不觉 过去了一夜 十二点的钟声 在一记一记地敲 酒水喝光了 大蛋糕也切得个七零八落 朋友们再告再见了 说着情意绵绵的话 终于鱼冠下了楼梯 屋里静了 长脚最后一个走 帮助收拾杯盘完斩 王七瑶说 明天再说吧 今天我也没精力了 长脚一出门 王七瑶就吹熄了蜡烛 屋里鸭雀无声 楼梯上也一片黑 长脚说了声再见 轻轻下了楼梯 走到后弄 关上了后门 长脚身上忽然嘟嗦了一下 他抬头看天 天上有几颗星 发出舒淡的光 风里有一丝寒气 他轻轻地打着仗 开了自行车的锁 颤颤巍巍地出了弄堂 这一夜的热闹 是给平安里留下印象的 习惯早睡的人们 都以为是彻夜的灯光 这在平安里 可算是个不平凡的事情 为他的睡梦增添了光色 人们睡醒一觉 睁眼看见王七瑶的窗口 还有中班下班 夜班上班的人们 也看见王七瑶的窗口 心想 还在闹呢 然后 睡觉的睡觉 上班的上班 其实这才十二点呢 下一点的事情 人们就都不知道了 更别说是下半夜两三点钟 两三点是最平安无事的终点 连虫子都在做梦 这时的睡梦特别严实 觅不透风 一天的辛劳 就指望这时候恢复了 淮海路的路灯 静静地亮着 照着一条空际的马路 平安里深处 只有一盏铁罩灯 有年头了 袖季斑斑 混混顿顿的光 就是在这脸生屏息的时刻 有一条长长的人影 闪进了平安里 是长脚的身影 长脚悄无声息地 在王岐瑶的后门停了车 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 开锁的那一煞 有咔地声轻响 却也无碍 根本打不破着大世界的沉静 他踮起脚尖 学着猫步 一级一级上了楼梯 拐弯处的窗户 有天光进来照着他 就好像照着另一个他 他令自己都吃惊的灵巧 在堆满杂物的角落里 毫不碰撞地转了出来 上了又一层楼梯 现在他站在了王岐瑶的房门前 灶尖的门开了半煞 透进一道天光 将他的身影投在房门上 也像是别人的影子 他停了停 然后摸出了第二把钥匙 房门推开了 原来是一地月光 将窗帘上的大花朵投在光里 长脚心里很霍朗 也很平静 他还是第一次 在夜色里看这房间 完全是另外的意见 而他居然一步不差地 走到了这里 他看见了靠墙放的那具 核桃木五斗橱 月光婆娑 看上去 他就像一个待嫁的新娘 长脚欢悦地想 正是他 他显出高贵的神秘的气质 等待着长脚 这简直像一个约会 激动人心 又折磨人心 长脚心跳着 向他走拢去 一边在裤兜里 摸索了一把螺丝刀 跃跃欲试的 当螺丝刀插进抽屉所的一刹那 忽然灯亮了 长脚诧异地 看见自己的人影 一下地跳到了墙上 随即周围一切都跃入眼界 是熟悉的景象 他还是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起心的奇怪 他甚至还顺着动作的惯性 将螺丝刀有力地一撬 拉开了抽屉 那一声响动 在灯光下就显得非同小可 他这才惊了一下 转过头去看个究竟 他看见了何依靠在枕上的王岐瑶 原来他一直是醒着的 这一个夜晚 在他是多么难熬啊 他一分一秒地等着天亮 看天亮之后能否有什么转机 方才看见长脚进来 他竟不觉着有一点惊吓 夜晚将什么怪蛋的事情都抹平了棱角 什么鬼事情都很平常 看见他去撬那抽屉 他就觉得更自然了 下半夜是个奇异的时刻 人都变得多见不怪 沉着镇静 王岐瑶望着他说 和你说过 我没有惶惑 长脚有些羞涩地笑了笑 躲着他的眼睛 可是人家都这么说 王岐瑶就问 人家说什么 长脚说 人家说你是当年的上海小姐 上海滩上顶出风头的 后来和一个有钱人好 他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你 自己去了台湾 直到现在 他还每年给你寄美金 王岐瑶很好奇地 听了自己的故事 问道 还有呢 长脚接着说 你有一箱子的黄货 几十年用下来都只用了一脚 你定期就要去中国银行对钞票 如果没有的话 你靠什么生活呢 长脚反问道 王岐瑶给他问得说不出话了 停了一会儿才说 简直是海外奇谈 长脚向他走进一步 扑通跪在了他的床前 颤声说 你帮帮忙 先借我一点 等我掉过头来 一定加倍还你 王岐瑶笑了 长脚 你还会有掉不过头来的时候 长脚的声音 不由透露出一丝凄惨 你看我都这样了 还会骗你吗 阿姨 帮帮忙 我们都晓得你阿姨心肠好 对人慷慨 王岐瑶本来还有兴趣与他周旋 可听他口口声声地叫着阿姨 不觉怒从中来 他沉下脸 呵斥了一句 谁是你的阿姨 长脚将身子扶在床前 扶住王岐瑶的腿 又一次请求道 帮帮忙 我给你写借条 王岐瑶推开他的手说 你这么求我 何不去求你的爸爸 人们不都说 你爸爸是个亿万富翁吗 你不是刚从香港回来吗 这话刺痛了长脚的心 他脸色也变了 收回了手 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 这和我爸爸有什么关系 不借就不借 说吧 便向门口走去 却被王岐瑶叫住了 你想走 没那么容易 有这样借钱的吗 半夜三更 摸进房间 于是他只得站住了 在这睡思昏昏的深夜 人的思路都有些反常 所说的话也句句对不上茬儿似的 有一些像闹剧 本来一场事故 眼看化险为夷 将临结束 却又被王岐瑶一声 贺令叫住 再要继续下去 长脚说 你要我怎么样 王岐瑶说 去派出所自首 长脚就有些被逼急说 要是不去呢 王岐瑶说 你不去 我去 长脚说 你没有证据 王岐瑶得意地笑了 怎么没有证据 你撬开了抽屉 到处都是你的指纹 长脚一听这话 脑子里轰然一声 有些懵了 有冷汗从他头上浸出 他站了一会儿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看来 我做和不做结果都是一样 那还不如做了呢 说着 他就走回到五斗厨前 从抽屉里端出那个木盒 王岐瑶躺不住了 从床上跳起 就去夺那木盒 长脚一闪身 将木盒藏在身后说 阿姨你急什么 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这回轮到王岐瑶急了 他流着汗叫道 放下来 抢道 长脚说 你叫我强盗 我就是强盗 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很无耻 还很残忍 王岐瑶扭住他的手 他由他扭着 就是不给他盒子 这时 他已经颠出了这盒子的重量 心里喜滋滋的 想这一趟真没有白来 王岐瑶恼怒地扭歪了脸 也变了样子 他咬着牙骂道 毕三 你这个毕三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底细 不过是不拆穿里罢了 长脚这才收敛起心头的得意 那只手将盒子放了下来 却按住了王岐瑶的颈项 他说 你再骂一声 毕三 王岐瑶骂道 长脚的两只大手 围拢了王岐瑶的颈颇 他想这颈颇是何等的细 只包着一层枯皮 真是令人作呕得很 王岐瑶又挣扎着 骂了声 他的手便又紧了一点 这时 他看见了王岐瑶的脸 多么丑陋和干枯啊 头发也是干的 发根是灰白的 发烧却油黑油黑 看上去真滑稽 王岐瑶的嘴冻着 却听不见声音 长脚只觉得不过瘾 手上的力气只使出了三分 那颈颇还不够他一握的 心里的欢乐又涌了上来 他将那双手紧了又紧 那颈颇绵软的没有弹性 他有些遗憾的叹了口气 将它轻轻的放下 松开了手 他连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就转身去研究那盒子 盒子上的雕花木纹 看上去富有 而且昂贵 是个好东西 他用螺丝刀不费力 就拔掉了上面的挂锁 打了开来 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却还不至一无所获 他将东西取出 放进裤兜 裤兜就有些发沉 他想起方才王岐瑶 关于指纹的话 就找一块抹布 将所有的家具抹了一遍 然后拉灭了电灯 轻轻地出了门 就这样闹了一大场 月亮仅不过移了一小点 两三点还是两三点 这真是人不知鬼不觉 谁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呢 只有鸽子看见了 这里四十年前的鸽群的紫西 他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 繁衍至今 什么都尽收眼底 你听他们咕咕隆隆叫着 人类的夜晚是他们的梦魇 这城市有多少无头暗了 欠在两点钟和三点钟之间 欠在这些裂缝般的深长里弄之间 永无出头之日 等到天亮 歌群高飞 你看那腾起的一刹那 其实是含有惊诈的表情 这些雅正人都血红了双眼 多少沉底的冤情 包含在他们心中 那歌哨分明是哀嚎 只是因为天雨辽阔 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 还有一些悠扬 他们盘旋空中 从不远去 是在向这些老城市致哀 在新楼林里之间 这些老弄堂 真好像一艘沉船 海水退去 露出残骸 王岐遥眼前里最后的景象 是那盏摇曳不止的电灯 长脚的长胳膊挥动了他 他就摇曳起来 这情景好像很熟悉 他极力想着 在那最后的一秒钟里 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 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场 对了 就是片场 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 有一张大床 一个女人横沉床上 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 摇曳不停 在三面墙壁上 投下水波般的光影 他这才明白 这床上的女人 就是他自己 死于他上 然后灭了 堕入黑暗 再有两三个钟点 鸽群就要起飞了 鸽子从他们的巢里 弹射上天空时 在他的窗帘上 略过矫健的身影 对面盆里的家烛桃 都开花了 花草的又一记枯荣 拉开了帷幕 鸽群西志肯 感谢观看